周围一股股灰黑风暴奔腾翻滚 发出震耳欲聋的呼啸巨响 即便是韩丽也觉得耳朵生疼 像是被冻穿一般 她急忙运转时间法则 护住了耳膜 旁边的小白身上也泛起了一层白光 护住周身 灰黑风暴怒涛般的涌动 张牙舞爪朝着青色剧琴袭来 但是剧琴身上此刻泛起一层青色的光膜 轻易地把那些奔腾的九天刚风挡在了外面 速度丝毫不减 继续朝着高空飞顿而去 韩丽一开始还有些担心 但是看到青色剧琴飞顿得极为稳当 这才放下心来 打亮起周围的九天刚风 这些灰黑风暴和她以前见过的所有风之力都截然不同 充满了狂暴无比的力量 似乎能够将一切东西都撕裂碾碎 灰黑风暴中不时能看到一道道纤细的黑线 所过之处虚空被轻易地撕扯 划出一道道裂缝 不过那些黑线碰到青色剧琴 深周的青光也是被轻易地挡开 小白的眼睛突然一亮 抬手一挥 一道白光啊 从她的身上射出 却是个白色布袋 正是当年她父亲给她的那件本命仙气 布袋子滴溜溜转动 猛得胀大十倍 袋口处泛起一圈白色的光芒 发出了一股庞大犀利 方圆千里之内的九天钢峰立刻如长津溪水般飞射而来 瞬间没入白色的布袋里 那些纤细黑线也随着周围的九天钢峰没入白色布袋里面 白色布袋收取了这些九天钢峰并没有停下 而是继续朝着其他的地方飞射而去 仿佛一只吞天之兽 所过之处 所有的九天钢峰尽数被吞噬殆尽 韩丽问道 你收取这些九天钢峰做什么 我想要的不是寻常的九天钢峰 而是那些纤细黑线 那是黑峰 是九天钢峰之力凝聚千万年才会诞生的东西 我看到这些黑峰才想起来 父亲的记忆里有一门秘术 能弄些黑峰啊炼制一种破峰珠威力极大 大罗修士也吃不消的 今天难得到这天峰月 我就趁机收取一些炼制试试 哦 随后小白掐绝催动的白色的袋子 连连收取那些黑峰 韩丽微微点头目光望向的白色袋子 眸中一色一闪 小白刚刚寄出此物时 他下意识地释放了一缕神识探查 结果被白色布袋一下就吞掉 并且其中瞬间被烟灭掉 这个袋子其貌不扬 其中蕴含着某种特别的威能 这还是小白随意催动的结果 若是真正催动此宝 还不知道能发挥出多大的威力 随着青色巨琴振翅飞驰 很快就抵达了天峰月的尽头 他两爪向前凌空一抓 一道巨大的空间裂缝浮现而出 巨琴一晃飞入其中 韩丽眼前一花 下一刻出现在一片黑色的空间之中 无数大大小小的陨石与悬浮于此 有的只有房屋大小 有的却巨大无比 肉眼根本无法看到 陨石们做着各种不规则的动作 甚至在互相碰撞 发出阵阵惊天巨响 这些巨大陨石 有的昏暗无光 有的却散发出各种光芒 把这些黑色空间照亮了些许 一股蓝色冰晶风暴突然从远处 急掠而过 长达十万里 仿佛一条巨大无比的蓝色风龙 散发出骇人的寒冰气息 所过之处 小些的陨石直接被冻得裂开 被冰晶风暴席卷而走 大的陨石呢 也瞬间凝结出一层厚厚的蓝冰 蓝色风暴刚刚过去 一片巨大无比的灰云 不知从何处出现 席卷而过 灰云之中闪动着一道道紫色雷线 把那些冰冻的陨石直接炸裂开来 灰云刚过 虚空之中突然浮现出一个巨大黑色漩涡 急速地转动着 漩涡附近一切滚滚汇聚而来 被尽数吞噬 不过黑色漩涡没有出现太久 也没有出现其他的异样 很快又突然消失了 见状 韩力站了起来脱口而出道 天外虚空 这片黑色的空间 给了韩力一种无边无际之感 他的九幽魔童 现在不能洞察万物 但是在这里看不太远 神石之力也是一样 无法像在地面上那样轻松蔓延 韩力能隐约感觉到 这片空间之中 有一股比日月运转 还要强大亿万倍的力量 在缓缓地运转 青色巨琴开口说道 天外虚空 危机四伏 但也同时蕴含了 无穷珍宝 以你们的修为 已经勉强够资格来到这里 以后可以多来此处历练一番 对修为进展大有好处啊 说话的同时 他继续振翅向前飞去 这一次青色巨琴 没有再向上飞顿 而是向前而去 小白身上白光一闪 化为皮修形态 用鼻子狠狠地嗅着 兴奋地说道 确实 这里珍宝可不少 他再次 系起那个白色袋子 张口一吐 一团白光 没入其中 白色的布袋 呼啦一下 铺展开来 化为数百里大小 袋子本身开始变得半透明 形成袋子的一根根白丝 变得稀疏 化为了网状鱼网 布袋发出了一股股吞噬之力 附近那些陨石被花花吞噬 袋中白光闪动 那些被吞了的陨石立刻碎裂开来 露出里边一块块五颜六色的奇真矿石 不过片刻时间 这袋里头就储存了数百块珍贵的材料 韩丽眼见于此 心中对于这白色布袋愈发好奇 青色剧情说道 韩小友 你的修为虽已不低 却对盗祖所知不多 盗祖不能远超你的想象 在下面飞行的话 很有可能会被其他盗族感知到 还是来着天外空间更加的安全 原来如此 韩丽的目光微微一闪 青色剧情震翅向前方飞驰而去 周围的一切飞快倒退 剧情丝毫也不改变方向 笔直向前 深周荡让起一道道青色的涟漪 感谢各位道友的收听 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 下期我们继续修仙